位于西九龙的高铁香港段总站 一个挖时代的城际地底铁路站 车站设计注入环保元素 充分采用天然光线 站内每个楼层都离京大堂 都一样宽敞舒适 令等车都变成心旷神仪的享受 总站共有九个长途月台 同六个短途月台 抵港旅客下车之后 上到入境层 经过高效率的出入境及检疫设施 就可以轻轻松松进入车站大堂 辽阔的空间 和动人的香港景致 随即在眼前展现 令旅客一底部 就领略到香港的大都回味力 高铁总站 不止帮我们接通全港的主要交通网络 它的绿化平台 还会连接着覆盖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市区公园 全天候开放给市民休戏享用 而且这个广阔的无障碍绿化步行区 更加将阿士天站 九龙站 西九文化区 和高铁总站融为一体 令我们拥有一处优美 与香港未来的高速发展 同步前进 香港风声繁华的远景 即将由高铁总站为你呈现眼前 香港作为中国的南大门 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 国家策略性高速铁路网规划经年 计划中将以每小时车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贯通全国主要城市 港铁公司负责高铁香港段的筹划及兴建工作 工程已于2010年1月展开 并预计于2015年进攻 广深港高速铁路 全长约140公里 以香港西九龙和广州南站为中站 途径深圳福田、深圳北 和东莞府门三个中途站 高铁香港段建成后 由香港前往广州的车程 将由现时的100分钟 缩短至约48分钟 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 由西九龙至香港深圳边境 全线以隧道形式建造 市区段隧道走线 途径连长道、海宏道 大角咀区和深旺道之后 经历之各交汇处进入金山 穿过大帽山、鸡公岭 以及米布等新界中部各区 最后穿越香港、深圳边界的黄江 连接高铁内地段 香港段 设计主要考虑是 尽量减低在建造及营运时 对各社区、交通及现存基建及楼域的影响 走线会途径深旺道及海宏道两节 现存道路地底下的空间 为了连接这两节隧道 隧道会穿越大角咀区 旧海岸线内的深处岩石层 进入新界之后 隧道以最直接的路线穿过金山、大武山 鸡公岭及米布等新界中部各区 最后穿越香港和深圳边界的黄江 连接高铁内地段 高铁香港段总站坐落于西九文化区以北 以及机场快线九龙站 和西铁线柯士天站之间 在详细考虑总站的功用及对公众效益之后 高铁总站将设置于地底 以便腾出地面空间作陆化之用 陆化后的空间会有行人隧道及天桥的接驳 同时,高铁总站为配合周边主要道路干道和铁路网 更加会兴建新的行人隧道及天桥 方便乘客转成西铁线、机场快线 以及东冲线前往香港各地区 乘客从香港段总站 可于15分钟到达全港大部分商业区 包括香港的商业中心区中华 总站入口的设计 采用大量玻璃,引入更多自然光 增加空间感,令整个车站充满动力和朝气 地面入口大堂的中庭贯通各楼层 让自然光和整个维港 以及沿岸建筑物的轮廓线引入车站内 供底港旅客宝南 香港段设有列车停放处 供列车座临时停泊 简单维修以及清洁服务之用 鄰近设有紧急救援处 万一有意外事故时 可让乘客逃生及救援队伍 迅速进入隧道内进行救援工作 高铁香港段的建造工程 于2010年1月开展 全长26公里的隧道 将采用转滑机或爆破的方法所建造 而香港段总站及石缸紧急救援处 和列车停放处 将采用命挖回田方式建造 高铁香港段 除了可以大幅缩短往来香港及内地主要城市的距离 风城远景更在眼前